公安厅联合发起的《我在山东守护你》系列网络直播活动的第五期 全省特巡警实战技能比武竞赛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晨晨 旁边这位呢是我的搭档梁玉增 哈喽网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山东省公安厅特警总队实战技能比武竞赛的现场 也就是说呀根据全省实战大练兵的统一要求 在这里呢开展了为期有16个地势的特巡警队伍 在这里开展了激烈的角逐 可以说是呀华山论界问鼎山东 没错一直以来呢特警作为咱们公安当中一个比较神秘的警种 大家一直对这支队伍非常好奇 好奇他们都有哪些精良的装备 他们平常都在做些什么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可以提前透露一下 今天大家看到的都是我们特警工作当中实战用用最多 技术含量最高危险系数最大的科目演练 今天的直播总共分为三个科目 第一个就是咱们背后的长短枪实弹应用射击 第二个就是综合体技能 第三个就是突击攻坚武力抗压推进 当然我们在这里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这个惊喜留到我们一会儿再去揭秘 好的那话不多说 就让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走进特警 看看实战当中的特警小哥哥小姐姐们都有哪些过硬的本领呢 好网友们跟随镜头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特警总队的室外靶场 大家也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靶场战地面积非常大 咱们队员平常的射击包括一些战术推进 基本上所有的训练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咱们这个室外靶场的观摩室 这个观摩室据顾名思义啊大家也能感受得到 其实以往的每一次直播或者是科目演练都是在观摩室内进行的 为了咱们这次直播的效果 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导的许可下咱们把这个现场搬到了这个室外 然后让大家亲身的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射击科目的惊险与刺激 好下面请允许我介绍我们的特警小姐姐 由她来介绍一下咱们的第一个比武科目 长短枪实弹应用射击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公安厅特警总队的王小贝 下面就由我来带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长短枪实弹应用射击比武科目 长短枪实战应用射击比武一共有六个科目 各代表队呢有两男一女在参加 这六个科目呢分别是枪弹识别组装射击和不同姿势下的长枪射击 以及左右手的单手射击和手枪快速推进射击 滑规把的移动目标射击和防爆枪的快速射击 大家跟我来 本次科目呢 一共有利用了三种枪型 分别是92改式9毫米手枪和95-1式5.8毫米自动步枪和97-2式18.4毫米防爆枪 我这么说呢大家肯定觉得非常的抽象 所以说还是由我们的特警小哥哥来展示一下 大家跟随镜头请看他们的展示吧 好 现在我们的特警小哥是来到了我们的第一个科目 枪弹识别组装设计 现在特警小哥来到了是我们的A区为枪支组装区域 看他迅速组装好了92改式9毫米手枪 现在来到了B区为基础射击区域 这里共放置了六种15发子弹 现在正在模拟枪支故障激发不响 然后迅速排除 好的看我们的特警小哥来到了起点 现在组装的是95-1式5.8毫米的自动步枪 自动步枪的组装比手枪更加复杂一些 一共有11个枪支零部件 而且需要注意的细节更加的多 如果已有一个不小心 那这个枪就无法激发上膛 好的你看我们特警小哥真的是身经百战 好我们的特警小哥正在模拟激发 下面进行组装的是97-2式18.4毫米的防爆枪 防爆枪呢作为我们一线执法单位最常见的驱逐性制服性锦械之一 因为它适用的弹种非常多 像布袋弹 橡皮弹 催泪弹都可以使用 它的杀伤力非常小 制止犯罪的效果好 非常好 所以普遍用于各类的执法环境 此次我们模拟的使用的是橡皮弹 橡皮弹主要用于驱逐15-70米距离的骚乱人群 适合制服单个目标 我们特警小哥现在来到了第二个科目 为不同姿势下的长枪射击 现在特警小哥提着共重达30千克的弹两个弹药箱 正在进行2×50米的往返跑 这个科目的设置主要是模拟现场执法 面对嫌疑人时的紧张状态 好 我们的特警小哥现在来到了50米的地线 进行沃姿设计 在体能剧烈消耗呼吸急促的情况下 我们的特警小哥要快速调整状态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的特警小哥现在来到了左右手单手射击科目 现在进行的是右手单手射击 这个科目主要考察特警队员在抢手受伤后的紧急状态下 使用弱手手枪射击的能力水平 我们的特警小哥要求我们左手右手都可以 枪枪都是神枪手 好的全部命中 我们来到了现在的是第四个科目 手枪快速速度设计 每个把镖显示只有两秒钟时间 现在是 好 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科目 防爆枪的快速设计 防爆枪刚刚给大家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我们的特警小哥给我们展示了一遍 大家看了是不是意犹未尽啊 没关系 我们还有另一位特警小哥将给我们进行下一遍的展示 现在我们的安全员正在进行把镖的复位 已经各种场地的复原 我们整个场地呢 共设立了24个把镖 分别手枪 步枪 防爆枪 各8个把镖 这全方位综合的考量了我们射击队员的射击水平 已经各个场景实战的应用 我们整个六个科目呢 大家如果对哪个科目比较感兴趣 或者是有什么想提问的 可以在弹幕里进行留言 我们将挑选问题进行回答 如果大家真的非常感兴趣 过一会呢 我将会大家进行实地的体验一下 给大家具体的演示演示 给大家具体的演示演示 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呢 上午其实刚结束了 全省公安特巡警实战技能比武竞赛 刚开始上午的时候呢 还是小雨细细的 所以说整个场地呢 也被淋湿了不少 但是我们全省的特巡警 不怕天气 也不问这尖难的条件 然后在这个场地下 也是毅然截然的坚持了下来 然后圆满了完成了 此次的比武竞赛 这样我们看到现场的网友们 非常关心咱们现场的这个情况 我代表网友们问这个小贝几个问题 希望小贝能让 能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解答一下 好的 看一下这个网友都有哪些问题 这里有一个 网友想问 怎样才能够提高射击的精度 如何瞄准 咱们在训练当中 都有哪些技巧 好的 那大家来跟我来 这是我们的 九二改式 九毫米手枪 你看这个地方是瞄准区域 这是缺口 这是准形 当准形缺口凭正 三点一线 连成一线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到 直哪打哪了 但是虽然说的简单 我们还有有长期的练习 其实特警队员在练习的时候 有长期的狙枪练习 形成长期的肌肉纪律 这样的时候才能保证 一出枪就可以准形缺口 三点一线 然后这样才能顺利达到目标 好看来我们的小辈平常也是没少下功夫啊 这个这些科目你都能打吗 其实我可以的 只不过是在旁边滑滑水 我相信这个在未来啊 你可能也是咱们这个全省特巡警的一支后背力量 再看一下咱们网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好这里有一个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啊 刚才有一个项目 我看是左右手单手射击 我听你说这个左手跟右手分这个强手弱手之分 我想问一下这个这两个区别大吗 难度上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啊 其实左手强手和弱手就是我们俗称的左撇子和右撇子 就像我们大家呢 最常用的呢就是用右手写字呀吃饭 但是当我们换到左手的时候 可能夹菜就夹不起来 然后写字呢也是歪歪扭扭的 所以说射击也是同理 当我们平常练习锯枪的时候 右手锯枪呢可能你锯个两分钟觉得小意思 然后左 然后当左手锯枪的时候 主要还是单手锯枪 左手锯枪的时候呢 你可能锯个一两分钟 然后你的手就会开始颤抖了 所以说还是要加强强手和弱手的练习 我们特警队员都要要求左右手都一样 用哪个手哪个手都可以射中 好谢谢小贝给我们的精彩解说 咱们看一下现场是不是已经开始了第二次舞的展示 好的现在镜头跟随我们的特警小哥 我们特警小哥来到了第一个科目 枪弹识别组装设计 在A区 现在位于B区 在机土的射击区域 现在正在模拟枪弹故障 利用看拍拉迅速排出故障 现在进行的是95-1是5.8毫米的自动步枪的组装 你看我们的对特警队员的手速是非常的快的 但是有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失误 就光这步枪的导气装置就有三个小零件 所以说要快速识别快速组装 好下面要开始弹了 现在进行的是97-2是18.4毫米的防爆枪组装 好的大家注意开始实弹了 好两发全中 现在进行的是不同姿势下的长枪设计 现在特警队员正在进行2乘50米的负重往返跑 这两个担药箱呢 共重达30千克 整个过程呢 对特警队员的体力消耗是非常巨大的 好的 要开始实战射击了 大家注意 特警队员要先调整好状态 但路枪的瞄准要比手枪要困难一些 而且轻微的护肢也会影响射击的准确率 在刚刚体能剧烈消耗的时候 状态是非常难调整的 好 一发命中 当你进行完负重跑之后 可能会出汗 然后有的时候汗也会流到眼睛里 会视线模糊 影响射击瞄准的准确性 好 两发命中 好 现在特警队员来到了40米的地线 采用贵姿射击 贵姿射击相较于射击 它的依托更加少 所以说射击的难度也会相较于高一些 在体能剧烈消耗的情况下 在体能剧烈消耗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难免 好 两发全撞 现在来到了30米地线 采用粒子射击 粒子射击两个胳膊是完全没有 所以要完全依靠胳膊的力量 来固定枪支 加强对枪支的操控性和稳定性 好的 两发全中 现在来到了是左右手单手射击 左右手单手射击 现在进行的是右手单手射击 射击过程是粒子无一拖的 特检队员呢 没法依靠掩体 只能脱骨通过手臂的力量来进行射击 左手射击尤其困难 尤其是在腹中跑之后 好的 两发全中 现在进行的是手枪快速射击设计 整个把标显示的时间只有两秒钟 好 来到了华为把移动目标上 好的 应重 现在来到了最后防爆枪的快速设计 大家请看我们的防爆枪的把子一共有六把 但是我们的弹夹呢只能装五发 所以说要考验我们的战术 考验了两个弹夹的常规装弹和弹枪的快速装弹 现在进行的就是弹枪的快速装弹 将子弹不推进弹夹内 直接推进弹枪进行快速射击 好的 六发全中 我们特勤小哥这次获得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六分十一秒 安全员撤回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现场看这个比武竞赛是不是激烈十足 这个非常有激情 再次感谢小辈子精彩解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着镜头往前走 马上要来到网友咱们最关心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狙击步枪的环节 下面呢就有请我的同事吴文哲 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狙击枪的种类 以及咱们在这次比武竞赛当中 狙击比武都有哪些的科目设置 哈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省公安厅特警总队的吴文哲 下面由我来带领大家认识一下 我们的狙击步枪精度射击这个科目 以及我们的狙击步枪 大家请随我来 提到这个狙击步枪 我想很多网友首先映入脑海的 是那只在影视剧和在各种游戏中 经常出现的98K 但是相比于我面前的狙击步枪来说 那几只枪简直就是小吴 那个枪简直就是小吴见大吴了 这是俄罗斯产的T5000狙击步枪 那边是我们国产的高尖军 CSLR4 两种狙击步枪 均采用7.62毫米 乘51毫米的子弹 能够从数十米 在数公里的范围内 都能够准确的瞄准 无论在枪支的性能 还是在使用方面 都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准 能够基本满足我们山东公安特警 实战的一些作战的需要 您刚才说这个狙击枪 我突然想到了 咱们最近这个网友肯定特别关心的 都知道一款手游 在这里就不说什么名字了 这个就比方说这个镜吧 我看大家都非常好奇 这个八倍镜是这个 咱们是不是就现在在枪上挂的呢 我们采用的这款瞄准镜 可以实现从八倍到三十二倍的 一个距离的一个调整 如果在某款手游中 你捡到了这样一个镜 那我估计你一个顶三个 看来有这把枪 咱们吃鸡不愁 对啊 同时你看我们这枪 有握把 有握把也有支架 拿着这样一种枪 走遍天下都不挖 看完枪支 我再给大家认识 介绍一下我们本次 狙击步枪进入射击 科目的一些情况 好好好 来跟 让我们跟这吴文哲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本次狙击步枪进入射击 科目 共设置了十个小科目 从姿势方面 包括了坐姿 卧姿 侧姿 仰姿等方面 从距离 从四十五米到一百一十米不等 既考验我们狙击手的基本功 也考验他们精湛的 计算数水平 既考验他们的体力 也考验他们的脑力 对我们的狙击手的各项素质 是有一个综合而又全面的考验 拿着一个图形设计把来说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科目 在一百米的距离上 对四个图形进行设计 这个相对来说 对我们这个狙击手来说 是对基本功能的一种考察 主要考察的是 射击的这个稳定性 另外 这个科目也要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 大家请看这把指 我们模拟了一个 人质 劫持了一个妇女和婴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狙击手 需要在一百米的范围内 采用握自无一托的姿势 一枪毙命 击毙歹徒 同时不能伤害婴儿和妇女 大家看 这个设计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 对我们的狙击手的考验 确实是非常的艰巨 同时呢 这个科目还有一个特色 我们设置了一个 我字的无一托 我们都有句话说 叫十字毫里 没有千里 在一百米的距离上 如果我们的狙击步枪 稍有晃动 那反映在我们的拔指上 反映在我们的设计的目标上 可能就差距非常之大 而我们采用了一种无一托的姿势 即我们的狙击手 趴在地面上 不能采用任何一托物 同时枪支不能着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狙击手只能采用 用手臂支撑 或者无支撑的方式来进行射击 对我们狙击手 整个的力量和持枪的稳定性 都是有一个非常全面的 严重严峻的考验 另外也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科目 科目6线性射击 我不知道在手机上 能不能看清这三根导火索 这个是在45米的距离上 采用坐姿的姿势 坐姿无一托的姿势 对我们的三个模拟的导火索 进行一个射击 这个它的实战背景是怎样的呢 在现实中 我们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持枪的歹徒 歹徒已经引燃手中的爆炸物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的狙击手 仅仅只能击毙我们的歹徒 是起不到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效果的 所以说我们 当遇到歹徒在已经点燃炸咬包的情况下 我们的狙击手能够在一个迅速的范围 迅速的反应时间内 直接把刀锁打断 来避免我们结果的 危害结果的一个发生 是这样 好 感谢文哲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说 由于场地原因非常遗憾 今天咱们由于长短枪 实弹射击和狙击精的射击 不能够同时进行了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可惜 大家只要关注 山东公安微信号 持续关注山东公安微信号 更多的后续比赛视频 以及精彩花絮都会持续放松 好 感谢文哲的精彩解说 那么让我们跟随镜头 这是走向第二个科目 其实这个天空又微微下起了小雨 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做主播 所以有些紧张是在所难免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理解 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今天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 其实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不知道大家对咱们这个特警 平时的作战车辆都有哪些了解 是不是在这个电视或者是电影当中 也都见过一些特警车辆 没错 今天呢 就要带大家一起 咱们近距离的关注并乘坐 一下咱们的这个暴龙防暴装甲车 光听这个名字啊 大家就可能感觉到非常的炫酷和刺激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 看看这个暴龙装甲车 到底是什么感觉吧 好 就在不远处了 大家应该也已经能看到了 和旁边的车一比啊 真的是这个能够显现出来咱们这个装甲车的 这个可以感觉出来非常爆大 非常巨大 这个暴龙装甲防暴车呢 是在盗齐公扬5500专用底板的基础上进行改装的 改装之后呢 是9吨级的装甲车 大家可能对这个9吨级没有什么一个直观的概念 这样给大家说 咱们一般自己开的私家车啊 都是在1.5到2吨之间 就从这个数据上一比对也能感受出来 在我身后的是怎样一个重量级的大家伙 好 跟随镜头咱们看到的是暴龙车的外表 从外表来看 暴龙采用的是国际上最流行的装甲车外形设计理念 凶猛的前脸造型结合斜向后方的腰线 使得整个车呀 不但这个霸气十足 而且镜中有动 真的就好像是一头这个随时准备发起雷霆攻击的暴龙一样 其实这也就是咱们这辆车名字的来源 再看咱们的这个带泪眼的四个大灯 这四个大灯再配合L型的V型的日行灯 也这个更加凸显了整车的凶悍 暴龙车身呢采用的是进口防弹材料制作 并且采用重叠式的防弹结构设计 以确保该车的防护性能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保证了我们的队员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绝对安全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轮胎采用的是365毫米的进口轮胎 能够外加这个两侧的铝合金轮窟 可以说是保证了我们在这个越野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性能 咱们的制动更是不用说了 这个磐式制动加ABS和安全气能相结合 也是保证了咱们这个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性能优越 制动可靠 安全舒适 再看顶部 其实大家非常好奇啊 这是跟咱们普通车差别最大的一个地方 这个顶部的多功能组合式半封闭炮塔 其实是我们在平常在实战应用过程当中 如果需要的话进行催泪弹的喷射以及水炮弹的发射的 这个在我们实战当中其实也是非常实用的 说了这么多 感觉大家也都是这个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包括我本人也是迫不及待了 让我们这个跟着车辆一起感受一下 好对了 今天我们有请到咱们这个本次这个暴容车辆的驾驶员吴小 让他们简单 让他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车 在驾驶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山东省公安厅特警总队教官吴小 下面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暴容车辆在行进途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首先因为暴容车辆它的车身轴距较高 在行进途中它的重量过于笨重 油门刹车的控制尤为重要 我们现在能上去体验一下吗 好的好的好的 下面我带领大家上去看一下 好那就让我们跟随咱们的驾驶员一起 话不多说马上上车感受吧 是不是连车门都是重量级的 对咱们的这个车一会儿打开之后就可以感受一下 其实车门是非常贵重的 是不是在底盘内锁 咱们的这个车可以看 可以看这个其实平时的防护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如果真的有武装暴徒的话 想从外面打开咱们这个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 整个车身设计了五个车门 包括侧门和背门 这是咱们的背门 也就是说平常的时候 咱们的特战队员特警队员就是从这个方位进行登车 不过咱今天作为客人 还是带领网友 大家一起走一下这个正常的车 好请网友们 感觉我上下应该会比较艰难 对这个车高因为非常高嘛 好这样就来到了咱们这个暴龙车的内部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平常的话 可能在这个电影里或电视里 能够看到外界 但是很难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在车内部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咱们设置的这个暴龙车辆 乘坐是十人驾驶 包括驾驶员和副驾驶 还有后排双座 再者就是刚才说到的后面的六人战术小组 包括就是在咱们这个战术行驶的过程当中 咱们的所有的全副武装的队员 都是在后背后随箱这个进行装作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有很多小的细节设计的非常巧妙 大家能够看到 咱们非常好奇 这个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枪弹孔 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到时候基本上就是 就是用那个95-1的枪从这里碳出去 如果实战需要的话 真的会进行激发 像咱们这个玻璃是不是也是安全级别特别高的 对 咱们这个玻璃是96-A 这个2006年B级公安部 完全符合公安部标准的 这个一般的枪弹 包括一些狙击都是打不透的 就我们刚刚上来还试了一下 感觉它枪就和普通的玻璃还不太一样 它枪就感觉那种沉稳的 对 像很厚的冰层一样 普通玻璃枪不是很清脆的吗 是的 咱们这个枪 就是咱们这个玻璃可以说是防弹性能非常好 咱们再看一下 跟着镜头往上走 上面的半路式炮塔 通过这个炮塔可以跟随这个镜头感受一下顶部的风采 好 现在镜头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水泡车和这个催泪瓦斯催泪弹 还有这个水泡弹发射的地址 咱们这个车啊 可以这个连接一个智能电脑 而且这个车可以看前方 有360度的卫星定位 以及这个对电脑有一个实时监控 实时反控的状态 所以说咱们这个车的性能是非常好 然后也是非常安全的 再看底部啊 其实这里刚才就是这个摄影小哥在这个走的时候 他其实有一个升降台 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其实在使用炮塔的过程当中啊 需要咱们先对这个升降台进行操作 好 一般到这个高度 然后咱们再上去之后进行这个炮塔的设计 好 这样的话 咱们已经到达了第二个科目的场地 第二个科目呢 就是咱们的综合体系能训练场 这个科目呢 可以说是我们队员的体能和素质 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下面让我们把这个解说 然后把话孔交给我们的第二位同事 我们的美丽的特警小姐姐 陈陈 让他来和幻星来为我们详细地解说一下 综合体系能的各个科目 现在呢我们是在特警总队综合体系能的训练场地 我们可以看到呀 在这个训练场地上有许多的训练设备 我们特警队员呢 日常的训练就在这个场地上开展的 今天我们也十分幸运地邀请到了我们这个训练科目署的教官 陈教官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综合体系能教官陈宥伟 欢迎来到我们综合体系能 我们综合体系能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110米障碍部分 第二大部分是咱们攀登还有下滑 下来以后咱们就进行的是力量训练 然后最后再进行这个设计训练 下面咱们一块走到咱们训练场吧 好 大家好 我是李幻星 大家我们能看到我们这个综合体系能可是包了万千 大家看到我们110米障碍 我们高度攀爬以及我们的力量训练 这些不仅需要我们在体能和技能上的极大要求 更是对我们心理上一种磨练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这些场景都可以模拟很多 我们实战上的场景 比如说突击攻坚了 比如说武装突袭 比如说解救人质 当然我们可以挨个介绍一下每一个障碍 大家来看我们110米障碍 110米障碍 镜头看一下那边 第一个是低庄网 低庄网是高0.87米 长2米 长4.88米 宽2米 它需要我们的体系能队员 从前冲后 红服通过 我们的第二个障碍 叫2.4米高板 它需要我们灯板上墙 最后翻越过去 我们的第三个障碍 叫空中软网 我们的空中软网 需要我们爬上去之后 踩着空隙比较大的 练网之间的十字节 然后另有轮胎翻下来 我们第四个障碍 第四个障碍是高架速降 高架速降突出一个高子 我们需要爬上高点后 利用我们手臂 以及我们脚 加紧竖杠滑下来 我们的第五个障碍 名叫鞋绳摆渡 我们需要一个前冲 然后利用惯性 抓住绳子渡过去 我们的第六个障碍 叫颈硬高板 我们颈硬高板呢 是没有什么踩的地方的 它需要我们高的弹跳力 以及很好的腰部力量 把身体翻越过去 我们的第七个障碍 叫高低杠 需要我们依次通过 第八个障碍呢 叫弓形领域 这个就和我们小时候玩的云体一样 但是它非常难度非常大 它需要我们很强的上臂力量 然后爬过去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些队员们 在这里做一下 看我们队员做一下每一个动作 看看我们每一个动作 是怎么通过的每一个障碍 这都是我们经过前腿摆练的一些特警队员 他们也是我们综合体进的那教官 实战教官 以及我们的一些比武队员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 这个低端网怎么通过吗 快速冲进去 然后空服通过 我们这个视角还是非常好的 好 通过好 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我们队员们 我们每个队员通过这一道 可以达到我们全省顶尖水平 是差不多 7秒 不到7秒吧 差不多 我们再看这个高板 这个高板需要一定的技巧性了 它需要的是我们踩到这个高板之后 利用身体的一个 就是我们说呢 腰跨力量扭转过去 我们可以试一下 有没有队员 看我们这个队员 试一下 非常帅 你说那个因为下雨是比我滑的 非常的连贯 我们队员 踩到高板上 迅速上爬 手指一撑就过来了 它模拟的是我们面对高墙 高的障碍物等 然后翻越过去 可以对这个散对闲人实施打击 以及快速形成一种抓骨的一种优势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叫通融软网 这个 这个障碍呢 它模仿的是我们复杂的地形 山地 或者是一些高的建筑物 屋顶什么的 然后我们还要利用一定的优势地形 然后翻下来 我们看我们队员 展示一下 这是我们的队长 先登墙从这儿 非常难 又快 又快 又稳 通过了我们这一个障碍 我们这个空隙非常的大 一不小心就可能掉下来 但是我们这个队长 这个队长 很快就能过来了 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障碍 这个障碍是 我们整个障碍上的最高点 但是 这个障碍需要我们更多一个 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 近小型 大家看 快速上爬 到达高点之后 双手抓住两个耳朵 然后翻越过来 双腿扎紧 好 扎紧 下落 好 有沟区的地方 这个对我们的实战应用 非常的广泛 让我们最远 展示一下 这是我们的旅程飞同志 还有我们的下跳同志 快速通过 对吧 这个动作非常的完美 他们做的 都是扑声 扑声就是快速跳过去 然后过去 这个是我们的高板 这是我们整个上演场地 比较难的一个 这个南点太难道 没有任何大的地方 而且那个高板要比我们人要高 我们还要把这个重心 高到这个高板以上 这就需要我们一个极强的这个腰腹力量 我们看一看我们下到同志吧 也是我们非常强的一个同志 好 这个地方 我说一句 好 我们通过了 他利用腰腹力量 将腿迅速上摆之后 然后下去 下来了 非常的强 刚才通过幻星给大家的介绍 想必大家对这个110米的障碍 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下面呢 我跟幻星将带领大家 去一个更加刺激过瘾的科目 也就是我们前方的 高空攀爬和锁降的这个科目 好 好来 大家跟随镜头跟我来 我们这个高空攀爬它高18级 也就是说六层的高 我们的队员要利用这个高墙上的避雷针 一雷针呢 它有一个焊接点 那个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灯彩的地点 我们的落水管呢 是有一个固定环 这些都是我们用来作为这个灯彩的地方 在我们上爬的过程中 既需要稳扎稳扎的这个力量踩实了 又需要一定的速度 快入闪电的速度 好 我们看我们的 就是做一下保护我们队员 我们是台湾 台湾这边的直接上这边了 一块一块一块 就这样是一个流程 对 这是一个流程 这是一种非常绝大考验在我们比股谱上 因为这个太高了 它是一种跟地球引力做一种斗争的一种 这个有多高呀 这个有18米克 下面我们来看两名特警队员 是如何进行这个高速高楼的攀爬 看他们呀同时做好了准备 正在往上攀爬 非常快 非常的稳 我们我们的落水管同志 还有这个攀爬同志 都是利用一种跳的行程 类似于 它可以减少我们手臂的力量 增加我们腿部的力量发力 以使能快速的向上 到达我们的高点 我们的队员们 上去之后怎么下来呢 大家都以为肯定是走楼梯啊什么下来 当然我们特警队员是有特殊办法的 是需要锁匠下来 我们锁匠可以利用八字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八字环 是一种固定绳索和坐带的一种装置 这是地形环 也是一种固定的装置 这些就能连接绳索 来使我们下滑的时候 能起到一种下滑的作用 然后滑上作用 这是我们的坐带 是保护身体的 这个攀爬丸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队员 一会儿向上攀爬是吧 对 是从侧面攀爬 对 是从侧面攀爬 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斜梯 对 我们的斜梯 现在呢 这名特警队员 要通过斜梯往上攀爬 看上去啊 这个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大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如何快速的攀爬上去的呢 非常快 非常的稳 你看两脚之间 非常的转化 非常变速 手脚变硬 我们一般爬 六个楼要走 好一会儿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斜梯 很快就能到达这些 这对我们实施一些 抓捕任务 或者是到达预定的任务地点 都可以很快的 执行完 线面 到了我们非常刺激的锁降环节了 为什么刺激呢 因为我们仅用一个绳子 就可以从高空下来 我们现在正在做准备 下面呢我们能看到这个高楼上几名特警队员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会儿呢他们就要从高楼下方往下锁降下来 我们的队员们正在将绳索绑在这边上 他们都在做好准备 好我们一个队员已经出来了 他要准备下滑了 双手扶在了墙面上 他利用的是倒置的方式锁降下来非常的平稳 好我们这个锁降方式是非常的危险的 我们有专门的队员在下面保护安全 而且我们每一下落地后都非常的稳 我们这个保护队员呢可以使劲拽这个场所 使这个我们队员不会下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队员里有跑滑的形式下来了 非常伟 跳 好下了成功 大家看我们那边是我们的直升机锁降 这个难度非常大 因为它没有强这样作为直升点 它需要的是我们很强的这个手臂的机枪 还有我们的手脚 要需要 我们可以看到呀 这一名下滑的是一名女队员 看到他刚才非常帅气的 进行了下滑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女队员们都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这些动作 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女队员 你刚刚下滑下来有什么感觉 我在旁边看的是心潮澎湃感觉非常刺激 因为练习的时间比较长 已经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了 我们这个楼是高18米多 然后一开始上去的时候都会比较害怕 然后特别对于恐高的人来说 肯定会内心很胆怯 但是因为平常训练 经过很多次训练已经能够克服这些 然后在很多次的表演以及任务当中都能够很出色的完成了 我也能看到呀 咱这个高空锁教高空攀爬的这个项目 对这个咱特警队员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我也想问一下刚才的这位女队员 就是我们在平时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训练方法和训练技巧 能够让你就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游刃有余 一个就是我们平时教官对我们的一些方法 以及训练上的一些鼓励和技巧 第二个就是通过学习其他比较好的人 然后也是靠自己的琢磨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精于的动作 然后就是多练吧 就是熟能生巧 那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你比较熟练的动作是哪一个呢 嗯 倒置吧 倒置就是刚才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最困难的那个是吧 就是头朝下的那个动作 对 好的好的 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三部分 力量训练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我的前面 有深一堆的器材 有重力锤 还有我们的窩蹄器材 当然还有远处我们的轮胎原木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个重力锤吧 诗姐 你试一试这个重力锤怎么样 好 我来试一下 怎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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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这个 这在哪里啊 砸这个 你帮我拿一下 嗯 这个重力锤非常的重 这个是多少斤的 我们这个有20斤就是10公斤 是用这个重力水来敲打这个地方吗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上面连接装置 可以看到我们砸这个 它们会上面有显示到底是砸了多少下 来 试一试 砸轻了可不计数啊 没有计数 也没有计数 还没有计数吗 对 还没有 我们这个重力水就是锻炼了一种体力或者是技巧 来 我试一下 看来这个重力水是非常的困难 来 你来试一下 我竟然这个打了这么多下都没有打技术 这样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数会有变化 有1到3 然后我们这个在第5之中是需要打到上下各时下的 我们还有这个 嗯 这是身锻炼 我们也是根据我们队员的这个体重来进行 嗯 制定标准的 比如说 我说70公斤吧 这就需要用50公斤的这个杠磷重量来做时下身锻 来 有请我们队长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是桌上磷重量 非常沉了 好 准备重啊 坐 非常的帅气 这是140斤重 这是140斤重 140斤重 我们队长还是非常轻易地这样做完 这是跟我们信念的 我们队长 我们的肌肉没有高的 能够到60多高吧 对 你看这肌肉非常强 来 再看我们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臥推 就是平常我们健身用的 当然 这离不开 我们平常训练 怎么训练呢 离不开我们对核心力量 和对这个身体上各个肌肉块的一种训练 我们训练有特殊的方法 来 好 我们可以穿一下我们的握肌 好 这是我们的里头肥同志 双手握紧 但是 还是 非常地挺美 这个 这个同志刚才也是跑过了110米障碍 带很多 但穿成后还能很美的气 是吗 他在我们比武中 也是获得了全省第一的 全省第一的这个名次 非常的厉害 好 好 小心 我们平常训练中 用独特的方法来锻炼 锻炼我们的核心 比如说 利用三百斤的圆木 利用三百斤的 呃 三百斤的 三百斤的圆木 三百斤的灵胎 来 看我们的小哥哥们 怎么去给我们这个圆木 锻炼 锻炼 一二三 一二三 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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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增加了我们团队协作的一种能力 fluor 一二十 一二十 锻炼 一二十 装炼 十 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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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帅气 一二十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轮胎,这个轮胎我们可以试一下,非常的容易,它就是我们大卡车上那种用的轮胎,有三百级,小姐应该是人抬不起来的,来,我再来感受一下,我跟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轮胎到底有多长,我们四不动啊,轮胎这都是很标准的,很大的轮胎, 看我们队员怎么展示吧,还是来看我们队员的过硬本领,也非常的费力,但是吧,我们队员经过长期的训练,已经能够很,很,很掌握一种技巧,能把它弄起来,这既锻炼了我们这个手臂,还有我们的这个腰腹力量,也是对我们一种,嗯, 嗯,敢于,敢于去,不为颠险,不为那个,就是不怕脏,不怕累,更,更敢的去执行任务的一种努力,最后我们会到那个,枪支分解结合部分,来,跟着我镜头, 我们都知道呀,这个平时的训练是在这种静止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呢,我们综合体技能的训练,需要再经过刚才这一系列,这个110米障碍,高空锁降,以及力量训练之后,再来进行训练的,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我们的训练会有一定的影响呢,欢欣? 当然会有影响了,我们这个,枪支分解结合训练,它会使我们,嗯,使我们在平常中会锻炼很多,但是我们经过这110米障碍, 高鲁潘爬锁降,以及我们力量训练之后,再进行这个枪支分解结合,呼吸体能会有极大的,嗯,变动,比如说呼吸上会加快,我们体能消耗也很大,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快速分解枪支,然后打中目标呢,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队员位怎么展示,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名特洁小哥哥,来进行这个快速的对枪支进行分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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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队长新闻强,我们的夏拙和同志,来,让他们给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掙一下表,嗯,好,我们可以掙一下表,嗯,好,我们可以有描表吧 我来给记一下试,好,我们说开始 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在一块做 好 我们对准了我们的镜头 好 大家准备啊 开始 你看我们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非常的快 好 现在我们验枪 没用 我们时间没用十几秒 太快了 就是 迅速装弹 然后我们马上进行射击 太好 发钱中 太棒了我们的 经过这一系列的枪支分解 以及进行快速射击 我们的队员用时 仅仅35秒 仅仅35秒 而且这个时间 我们还是在他们 就是没有提前 提前就是在跑 在什么的情况下 非常的累了 他们还能做出这样的什么 非常强了 我们也想这个采访一下 这位帅气的这个小哥哥 听说是队长同志 问一下你这个 在平时训练当中 你是怎样进行自我训练的 我看你这个身材 一看就是练过的 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我们训练那个分为这个耐力训练和力量训练 平时在这个通过 正课训练 那个咱练这个障碍的技巧 因为它过这个障碍需要很强的破坏力啊 有速度啊耐力啊 做一个基础体能的储备 然后然后我们就平时正课 只是来通过练这个技巧 然后靠外的时间 去自己去草场跑步 冲圈啊 练心肺 增加自己的这个耐力 然后练单上方 增加自己的力量 和这个腰腹力量啊 来通过一些这样的训练 来达到一些训练的效果 好的好的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我们特警小哥哥呀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 在背后呢 也付出了这个极大的汗水 也是取得了这样的优秀的成绩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由幻星带着我们 再去看下一个科目 好 好 那么我们项目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 我们的下一个科目是 突击攻坚科目 突击攻坚科目 用 现在我们来跟着 跟着车走 好 刚才大家经过这个 幻星一系列的详细的讲解 我们对这个 这个综合体技能的科目 是有一定的了解 下面呢 我再带领大家 去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个科目 也就是我们的 突击攻坚科目 来看一下 我们在那个科目里面 我们特警队员 会有怎样优秀的表现 来一起上车吧 好 还是请大家先上车 刚才看到有网友在提问 说咱这个车要求上链接 想问一下 这个在哪儿可以买到 不好意思各位网友 这是属于咱们的警用专用设备啊 咱们一般是没法购买的 下面呢 我在车上 也跟大家这个简单的 介绍一下我们的下一个科目 我们的下一个科目呢 是突击攻坚武力 扛压的科目 这个科目组呀 是在我们特警总队 特种车辆停车场来进行的 在这个停车场里呢 我们之前也是进行过多项的比赛 比如说我们特警队员 日常进行摩托车训练 以及航讯救灾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这里进行演练的 在今天呢 在这个场地里 我们是在这里搭建了战术板房 什么是战术板房呢 也就是说我们模拟的是 我们在实战状况当中的这个情况 我们在板房内呢 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一共有四个区域 模拟的是我们日常 比如说超市 以及日常我们的卧室 还有我们的粮油仓库 以及我们的宾馆接待大厅 和卧室的房间 这里呢 就需要我们的特警队员 也就是我们的突击队员 需要依次进入房间里面的各个区域 在各个区域 在火力租机手的威胁下 然后运用各种的战术技术 比如说像什么攻防技术 以及合理寻找远艇 从而清除在这个室内的目标 刚才有网友提醒 要求我随时扎上安全带 这也是在提醒大家 以后在行车过程当中 无论是主驾还是副驾 都要随时的系好安全带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我们这个特种车辆的场地 我们一起跟随镜头下车看一下 只能从外面开吗 那里面可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小心偷偷 前方呢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搭建的这个战术板房 你看前面我们的这个进行 将要进行比赛的这个队员 已经做好了准备 今天呢 我也是给大家 这个要介绍一位非常帅气的特警小哥哥 之前大家已经见过面了 然后由他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哈喽大家好 又是我 我比大家先行一步 提前到了咱们突击攻坚 武力抗压比武的一个现场 相信在路上 陈陈已经把该科目的概况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下面请趁着我们的 下面请进度 往那边窃一下 我们的突击队员 正在制定我们的战术 你看这个镜头可以来跟一下 我们这个几位突击队员 详细的对我们的这个突击 做了一个规划 好 趁着我们几位突击手 做准备的时间 请跟随我的脚步 来带领大家近距离 观察一下我们的战术板房 大家可以看到 这墙上满满的都是 我们标记弹设中的痕迹 那边是我们设置的一把镖 这个把镖呢 我们没有采用过去传统的 只在墙上贴气球的一种方式 因为那种方式相对来说 难度较低 我们采用了一种 竟把气球露出来 大约3至5厘米 直径约15厘米的这样一种方式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 一个挂法 来切换不同的角度 对于把镖来说 每切换一个角度 就对应着一种打法 一种不同的打法 有时候每移动一个把镖 正常的战术都需要 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整 大家请继续 就跟我走到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各种岩体 模拟的是一个凉油的仓库 这就是我们防守方 我们的活力狙击手 他在我们的科目演练和比武中 所起的作用呢 是给我们的攻防队员施加压力 阻止他快速推进 这是我们的突击手 山东省公关厅科技总队的 李达 给大家做个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作为我们这次突击攻坚的 火力狙击手 我们的主要目的 就是给这次突击攻坚的队员们 施加压力 然后是 但是我们同时是施压方 也是受压方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火力狙击手 火力狙击手 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把握时间节点 因为机会稍动即逝 然后他们这些突击队员 他们日常的训练有素 然后他们的战术动作都配合 非常熟练 所以我们要把握和时间节点 第二我们要掌握住 他们的必经途径 我们要心理要做一个提前预判 看见他们的路径在哪 我们能进行有效的打击 第三就是同时我们也是 双方也是一种心理博弈的状态 然后是他们通过不断的试探我们 然后是从而还我们这个手里的子弹 然后进行消耗我们子弹 从而使自己快速突入 所以我觉得注意好以下几点 我作为我们的突击的那个火力狙击手 能成功的对他们施压 从而达到我们这个科目的效果 谢谢 好通过我们火力狙击手的讲解 我们也能大概知道 我们这个科目不仅仅是一场对射速的一个比武 更是对脑力智商战术的一个考验 大家可以看这面这个把标 这个把标相对来说就是难度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它正直面着我们火力狙击手的方向 我们的突击队员如果想清除掉这个把标 就难以避免的暴露在我们火力狙击手的视野之下 这时候就需要他们的协同 就需要他们的战术配合 来打出一个时间差 来准确的清除掉这个目标 好 大家请继续跟我往前走 你看我们的另一位女火力狙击手也已经就位了 看这墙上 一个场地有几个狙击手啊 我们本场设置了一共是三个火力狙击手 来共同完成这个每个狙击手负责两个房间 好 一共四个房间 看这个场地这边是模拟的我们一个卧室 你看有床 床头柜 梳床台 还有我们的沙发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请各位网友跟随我的脚步 咱们一块到咱们看台处 我们的比赛估计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看各位网友啊 在评论里也是十分期待我们这一场比赛 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来看一下 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能够完整清楚的看到我们整个突击的全部过程 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最佳的观赏位置 在平时只有我们的教练员跟我们的裁判员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场地 我们聚集手那边可能已经马上要做好准备了 我们看到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它是起到一个防护的功能 因为我们虽然是打标记弹 但是我们的威力也是非常大的 避免我们在训练中受到伤 所以我们又穿上这个防护服 第二呢 它起到一个检验训练效果 同时统计比武成绩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标记弹打在身上 它会形成一种散步状的一个形状 通过我们数他们身上的重战术 来达到检验比赛效果 来判断我们这场对抗到底达到怎么样 这样一个效果 原来这么厚厚的衣服是有这么大的作用 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每一个小组呢 是由五名队员组成的 这五名队员呢 它是在进行这个科目的时候 是有具体的分工负责吗 这个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它根据不同的战术的需求 有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 会配备主攻手 副攻手 还有阳攻手 还有配备观察手 来通过小组之间的密切协同配合 来达到一个整体推进的一个作用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队员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呀 我们的队员正在紧张的准备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的队员正在穿着他们的防护服 检验枪支弹药的状况 举击手 我们的举击手 每人配备一把枪 一个弹夹 内装六发子弹 共三十发子弹 我们的火力举击手 每人装为有一只手枪 三个弹夹 三十发子弹 这个火药武器弹药上 拳击手还是比较大的 好 我们的狙击手已经就位 突击手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马上要开始了 好 比赛已经开始了 好 我们仅用几秒的时间 又顺利清除了一局 我们火力举手 也在向我们的攻击手员 猛烈的开火 好 趁我们火力举手 换弹的时间 我突然也有枪手 又是必须的目标 我们的几秒队队员 在通过手语 做了一个向前进 方的一个捧事 劲力推 突出了第三个环境 好 做了一个潜滚罐 避开了火力举手 回家围 来 谁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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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站好 现在大家正在组织验枪 这是一个枪支安全操作中 一个不可避免 也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好 在确认安全之后 来 我们先看一下 这五位出席队员给大家打个招呼 再向你们的头盔来吧 好 刚才我骑到了防护服的功能 大家可以近距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痕迹 我们黑色的衣服上出现了一个红色点 这个说明我们准备队员被击中了 在训练和比赛中就要被扣分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每次突击队的队长 王兴超 山东省公安局特警总队的王兴超 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突击攻击科目有什么难点 或者平时你们训练的一些状况吗 这个科目它的难点其实在于 就在于我们对于火力压制手的一个观察 并是我们队友之间的相互配合 因为在我们穿着这种防护服 以及戴着头盔 我们的听觉还有我们的视觉 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所以说我们要时刻的对火力压制手进行观察 而且还要同时观察自己前后左右的队友 对他们的情况进行一个大体的一个判断 这是一个这个项目的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你们平时都练些什么东西 我们平时训练就是 首先从这个枪支 打枪的话 枪支要首先是基础动作 首先是枪支的安全操作 就像我们刚才 包括我们进出都要进行枪支验枪 检查枪支安全 这样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训练 而后就是枪支安全操作 学会了之后 就可以进行一些枪支的简单的基础动作的持枪 比如说持枪 握枪 以及推进的一些战术动作 基础动作 好 我再来问一下 我们让陈先生们吧 下面呢我们也能看到 在这五名队员当中呢 有一名比较独特的我们特警小姐姐 也是非常漂亮 而且我刚才也看到 你在训练当中也是非常的认真 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一名女生 在训练过程当中呢 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你都是怎样克服的呢 对于女生来说 她可能 首先在体力方面 相比于男生来说 要就是消耗的更大一些 然后本身她也有一定的弱势 然后另外呢 在就是就力气方面 包括一些什么设计的技巧方面 都没有男生 他们更精准一些 所以女生呢 所以需要克服的更多一些 好 谢谢 我平时我平时也是经常能够看到 这个林林自己在进行加练 通过加练呢 能够使自己的这个训练水平 得到更好地提高 再请问一下我们的 这名队员 你们为准备这个比赛 练了多长时间了 我们为此次参加这次比武 已经准备了为期两个月的训练 期间过程中呢 我们第一阶段是进行了 技术的体能训练 第二阶段呢 对这个技术要求 进行了强化和练习 好 练下来感觉怎么样 对于自己的实战有没有帮助 对自己的实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没有基础的练习 就没有最后取得的成绩 所以呢 在以后的训练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更加继续的努力训练 提高射击水平和战术素养 好的 相信这个刚才打的动作太快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瘾 那一会儿呢 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几位实战教官 让他把动作一步一步的分解下来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采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也采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最终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好 请大家跟随镜头 跟我来 大家看啊 我们整个战术板房 长20米 宽14米 内部共设置了四个区域 分别模拟了我们不同的 几个作战环境 您呢是这个仿真度是极其高的 前面这位就是我们山东省公安厅特警总队的实战教官 张林同志 这个坑目主要要求我们的队员充分观察 火力居住的位置 利用狙击手的视觉盲区跟设想盲区 利用视力的有限障碍物 采取合理的战士动作 清除视力目标 要求每名队员具有极高的战术素养 并且要有相互协作 相互配合的意识 好 可以对我们的队员进行一下重点的采访 他们每一个动作可能要练十遍甚至二十遍 准备这个科目也是准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吧 好吧 那请我们张林教官 待一会儿给大家讲解一下战术 我们再来一遍 好吧 看我们的队员现在正在装配子弹 张林教官也在给我们的队员重新布置战术 那么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它的射击角度 射击四角来清除这个四角的位置 明白 明白 好 咱们重新组织一下 然后重新打一次 动作做得大胆点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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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队员又已经准备完毕了 这一身装备在这样的天气下 也是虽然今天下了点小雨 但这样的装备在这样的天气下 依然使我们队员感到非常的炎热 我们平时我们这些队员都是在冒着三四十度的高温下 穿着这身防护服来进行训练的 确实确实非常辛苦 好 下面请我们的突击队员在攻击时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来进行分解 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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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问一下我们这边队员 已经看不清是谁了 我们刚才这个动作是什么含义 我们是赛前准备 准备看一下枪支 看有没有什么故障还有什么异常 好 再来一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 眼镜 可以看到大家的动作干净有马力非常专业 来 开机队员 准备好了吗 我们退机队员 准备好了 来 来 准备 准备我们 一 然后 二 后 二 后 有名队员卡战的情况下,你们及时进行了一个沟通,是吧,当我们因为准备设定时,这位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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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状况,或者是被狙击手火力压制的时候, 我们的后援,可以尽快地从后方进入到战线前方来,进行一个中原火力压制,也可以看到,队员之间通过一个密切的配合,来化解了这次意外事情的发生,好,那请你们继续, 好,将帝, 来,继续, 我们的队员已经突入了B区,马上又进入C区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手势 向上面 It's the bow, 5 to two foot, 啦, 大呼, 对, 上帝, 员现在已经攻入了B区, 衦, 4 to three foot, 虚, 挑, 好,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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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了每一个房间每一个窗口进行了一个编号 我们左边的房间我们没有默认为一号口 右边的窗口是二号口 我们每到达一个区域会提前观察 如果裁判员也就是火力手在左边窗户 我们就喊一号来提醒我们采用哪一种方案进行突进 如果火力手换了窗口 我们会进行二号方案 然后尽可能的让我们在突进的过程中减少动弹量 也就是说你起到了一个俗称的爆点的作用对吧 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聚集手的位置 来给我们的队友来进行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调整 对 好好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目标已经全部清除了 好非常感谢各位精彩的表现 好主队 找到 大家还是时刻不忘安全 下面马上就组织进行 重新进行验枪推子弹这样一个工作 好 好 请我们几位队员 这下头盔 稍微列一下队 好 非常感谢今天各位特警小哥哥小姐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今天的直播呢进行到这里也就要进行到尾声了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和点赞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特警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举办了这一次的比武竞赛 并且通过直播的形式跟大家一起进行观摩和参与 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特警日常训练 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提高我们特警队员的素质 为了圆满的完成公安工作的使命和任务 打下坚实的基础 好到这里我们的直播就正式结束了 再次对每一位网友和今天参加的演练的每一名同志表示真心的感谢 如果到这里您还意犹未尽的话 那么请继续关注山东公安微信公众号 更多的精彩内容将在稍后持续发放 与你锁定每一个精彩瞬间 好 都有 接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